一般Mini-ITX的主機板都強調自己針對HT PC 不過對於一些基本的用家來說可能就沒什麼用了 反而要在面積細小的PCB上額外加上更多的功能 令到本身較弱的Mini-ITX更不方便 今次收到的是J&W Mini-X 6150 SE UC3 採用了GeForce 6150 SE 和N-Force 430晶片組 雖然已經是多年前的產品 而且只支援Hyper Transport 1.0 但因為晶片面積細小 令到設計PCB的成本和難度大幅降低 處理器供電充了3加1箱設計 最高支援95W TDP的Stokker AM3處理器 在擴充功能方面 提供了兩條8GB DDR3 1333的液體插槽 加上一條PCI-EX16插槽 4個Starter 2接口 前置4個和後置4個USB 2.0接口 而且亦提供了一組Compro 以便宜價Mini-ITX的主機板來說 已經非常足夠 而音效和網絡方面 主機板創了RealTech ALC662晶片 提供6聲度HD Audio 同時亦採用了RealTech RTL8111DL網絡控制晶片 提供Gigabit LAN網絡功能 雖然主機板沒有加入大量豪華功能 但以港幣390元來說 已經算不錯 此外 這塊主機板也跟上開核大抽獎這個潮流 提供處理器開核功能 總括來說 J&W Mini-X6150 SE UC3 沒有額外特別的功能 不過加入了開核功能 完整的PCI-EX16插槽 以及只是港幣390元的售價來說 已經是一個超值的組合 而據廠方表示 這個版本更會提供1.35W DDR3的電壓設定 更加突出它平價低功耗這個特點 旁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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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旁邊